你看到的這個地方是黃山叫做摩崖石科 很多名人就留下了這些字跡 黃山第一處是明朝席俠客這位旅遊大師所留的 來到黃山第一個地方 那在這裡你也可以看到一個臥火一樣 這是頭這是肩膀這是身體 這裡留著好多名人的字跡 這個就是黃山纜車所到的第一次 這早期是一個文書設立菩薩宴 那國家為了要讓這個風景期更加的殊勝 所以就搬遷了 因為寺廟燒香拜拜經常也會影響到安全 也曾經發生森林火災過 因為你看到的這個就好像一個白象一樣 高高的象鼻子下來就是它的象頭 然後又白象左青絲 這塊石頭就好像一個獅子頭一樣 從這個角度就可以看到獅子的額頭往外看 然後在這邊你就可以看到人氣最旺的就是黃山 這一個銀客松 這一個銀客松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銀客松 它的人氣很旺 你就可以看到 許多遊客來到黃山 許多遊客來到黃山 就會在這裡跟它合照 你看它的姿態 非常擾人 伸出手背 在迎接遊客一樣 嚴嚴的 你就可以看到 那是蓮花轟 這一座山 這一座山是蓮壘 蓮花的壘 也就是蓮花轟 的兄弟轟一樣 在這邊 你也可以看到 黃山的第二高峰 天都峰 天都峰 這天都峰 就是既已減啊 既已備 這個地方要往上攀爬 最險惡了 這個 其實上面 有兩塊石頭接在一起 就好像松鼠 也叫做松鼠跳天都 跳到天都峰一樣啊 在這邊 你就可以看到 上黃山的這些攬車 因為攬車站上來 那 這裏 銀克松是第一站 有封 吱咚 沱咚 鱲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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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